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语法是 又,又 我们看一下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是两种情况或特性同时存在 两种情况,又的后面是第一种情况 再一个又后面是第二种情况 一、二两种情况 同时存在 我们通过它的用法看一下 它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是后面加形容词的时候 又,一个形容词 然后又,第二个形容词 我们通过例句来看一下 第一个,它又聪明又漂亮 那么,主语,它有两种特性 什么?聪明和漂亮 同时存在 日语的话就是 彼女は頭がよくてきれいです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句 这个饭店的菜怎么样呢? 又贵又难吃 难吃,不好吃的意思 贵 嗯,高くて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贵和难吃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两个不好的 不好的意思 这样的词 那聪明和漂亮 嗯,两个很好的词 所以那又后面的形容词 第一个是好的 那么第二个也要是好的 第一个是不好的 第二个也要是不好的 表示的是同时存在 嗯,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是 又后面加动词的时候 好,动词看一下 嗯,第一个动词 然后又第二个动词 嗯,一样也是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那相当于什么 跟日语里的 嗯,嗯,嗯,何々をしたり したりする 那意思是一样的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个 他高兴极了 又唱又跳 好 高兴极了 极了在形容词的后面 表示很,非常的意思 嗯,嬉しくて とても嬉しくて 嗯,歌ったり踊ったりします 又唱又跳 好,那第二个 他今天又洗衣服又做饭 做了很多假物 嗯,寸大部したり ご飯を作ったり 嗯,这个,洗衣服做饭 嗯,两种情况 好,那这个是又又的两种用法 嗯,你们明白了吗? 嗯,嗯,我有点 好,那这个是又有一个